一座城市的名字好听 不单可以带动当地的旅游经济 还可以令到游客过目不忘 例如黄山、香格、里拉、古浪聚等等 但如果一个地名改得很刁腾的话 真的会很尴尬 譬如说 喂?阿宾的女人在哪里呢? 又说来借我? 喂? 没有什么呀? 我真是刁约东市之山 哪年刚刚的东西 我真是 我真是什么呀? 你真是什么呀? 我真是什么呀? 什么呀? 真是读不懂呀? 所以名字对于人或地方来说 同样都是这么重要 今期继续整理10个容易读错的地名 看看有没有你去过的地方 第一个地名位于江西 比网友认为是最容易读错的地名之一 其实粤语都很多人读错 普通话有人读成千山 有人读成圆山 其实正确的发音是 阎山 粤语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读圆 圆山 圆笔不是千笔 还有圆球不是千球 这个圆字在普通话里面是多音字 当普通话读千的时候 是指一种金属元素 或者一种书写的工具 也可以读阎 读阎是表示地名 有个同音字 这个字也是读阎 粤语也是读圆 圆图 而不是炎图 早期和大家讲了皮洲的皮字 就有网友问了 这个地方又怎读呢? 他真的很聪明 聪过阿炳 画头聪明的 这个地方位于四川 普通话读寵乃 粤语窮来 窮来有天府难来第一周的尾清 如果去过的朋友仔 打去过两个字 这个地方围于山东 很多人将它读成 寅州 冲州 寅州 都是错 普通话正确读音是 嬴州 导书群州 粤语 演州 与演员的演发音相近 但是是佛递五声 演州是古九州之一 是诗诗理白 诗诗道普 相遥相回之处 一见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就会说 不用问阿贵 牧村托腮的托 托城 留意拓哉的托 是提手旁的托 亦都是托展的托 而这个字是木字旁 普通话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读 粥 粤语诺 古童诺 除了诺城之外 很多地方都有诺字 例如梅州有个地方叫做大诺珍 潮州有个地方叫做诺林 再来 有没有人将这个地方读成水阳的呢? 普通话有两个读音 而且两个读音都可以用作地名 当普通话读鲜的时候 可以用作地名 例如河南的鲜阳 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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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山西南份市的一个院 有三十多处的文物古迹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明代建筑小西天 这个地方位于安徽 如果读错这个字真的不乖 因为实在是太三匹 而且普通话是多音字 普通话并不是读诗 是诗诗诗 其实很容易理解 当普通话读诗的时候 是表示吸气 如果当普通话读诗的时候 是用作地名 譬如诗诗诗 粤语只有一个发音 就是读诗 同诗影的诗是同音 诗语完 读完之后 是要合一把嘴 诗 这个地方位于甘宿 这个字可以用作地名 亦都可以用作圣诗 但有没有人读诗诗诗诗 普通话和粤语只有一个读音 普通话读诗 粤语语旗 旗笙 旗连笙和三国诸葛亮的 六出旗笙 应该有听过了吧 除了旗山之外 还有安徽的旗门 湖南的旗阳 还有山西的旗怨 不要说难 最后一个出简单点的 位于江西 怎读读呢 是否眨眼看 以为是读歌羊呢 看清楚点 歌笔的歌是有一片 而这个字是无一片 普通话读语语语 粤语语语 语语语语语语 语语语语语 语语语语 语语语语语语语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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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条山 B 膀胱阵 C 马桶梨 D 不好意思 梨马现 只有啊 留个言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